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无数次出现在香港影视作品中了 但小伙伴们对联署的了解大多也仅限于影视作品中 也有不少小伙伴怀疑 究竟他是否像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般神奇呢? 香港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 近年来一直被世界推送 联署功不可没 因为没有人可以鉴阅法律 只要你有鉴阅法律的嫌疑 照样被请到联署喝咖啡 在各类影视作品中 联署的权力貌似非常大 之前看过《反弹3》的小伙伴们也表示 感觉联署什么都干了 查案抓人还配枪 警察毫无存在感 我也很好奇 于是做了点功课 今天就配合电影《简单》和大家科普下联署 对大家观看《反弹3》有帮助也不一定哦 香港联正公署宪全称香港特别行政区联正公署 成立于1974年2月 是一个专门打击贪污的独立执法机构 看过刘德华的武艺探长雷洛和追龙 就知道当时香港政府和警队有多黑暗腐败 这也是联署出现的原因 它独立于香港特别政府架构 直接向特区行政长官负责 联署下设三大部门 分别是执行处 防止贪污处 社区关系处 《反弹3》中顾田乐视野的联署职员属于执行处 这也是联署最大的部门 主要是接受市民举报贪污和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 下设两个主要部门 分别负责调查公民及私营机构的贪污及相关罪行 再往下又分成N个大组 每个大组下再分成N个小组 古载角色担任的首席调查主任相当于就是其中一个大组的组长 在网上还有助理处长和处长 而郑嘉颖角色担任的L组调查主任 部属于执行处下设的组 它是一个调查及监察联署职员的内部神秘机构 据说L组总部不在联署总部大楼内 甚至联署的职员都不知道这个组的办公地点和职员 是不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片中郑嘉颖请顾天乐喝咖啡 顾天乐也只能乖乖赴宴 至于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两个部门在影视作品中很少出现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 这里就不再赘述 再说回执行处职权 联署调查的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联正公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的罪行 一旦查识调查员可全权行使拘捕权 无需拘捕令 这个更厉害了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香港警察办案搜查要搜查令 拘捕要拘捕令 联署抓人都不跟你墨迹的 此外联署所有执行处调查人员可以在当职时佩戴枪械 而且均或免枪牌 不过 据香港有关媒体2017年11月最近的一次报道指明 联署还未发生过调查人员执行公务时使用枪械 也就是说骗中古天乐持枪办案 算是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益处加工 反贪二 中古天乐和张志林饰演的警员同时持枪办案 并非胡编乱造 只是他们在针对同一个嫌犯时执行的公务不同 前者查贪腐后者查刑事犯罪 只是联署有主角光环 所以抢戏了那么一丢丢 此外我们常在影视作品中 常看到联署职员拘捕警察也是真实的 无论犯案人的背景身份和地位如何 一旦涮联署都必定会竭力追查 所以警察肯定也不例外 只是联署拘捕警察时必须有一名警员陪同 说这么多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联署职权太大 和明朝时的东西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联署虽然有侦查和逮捕的权利 但是没有起诉权 也就是说 你调查落实了某人贪腐 你可以拘捕他 但是否起诉定罪 这个是香港律政司的事 和你无关 所以联署的存在主要还是震慑那些贪腐分子 特别是那些为高权重的大老虎 和明朝锦衣卫那种手握 生杀大权胡作非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 希望能为小伙伴们解开一些困惑 喜欢谷仔 刚是警匪片 反腐题材影视作品的朋友 可以刷一波反弹风暴3 这次人民的名利东来局长的扮演者 丁海峰也来了 看看两地联手打老虎 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我先把一道帮带来 吃 nonprofits 现在我们觉得有这个 一直在放弃 走 都心装 有点 快步 快步 快步